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我也很直接 因為我今天接到了一個 就是底妝的挑戰 是我現在臉上用的這款底妝 是這個 Juju Armani他們家最新推出的 POWER FABRIK 完美絲絨水慕斯粉底 因為我這次接到他們家的邀約 然後做這種實測分享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剛好今天我有一個 L雜誌拍攝採訪的工作 我自己帶妝到 我就想說我可以用這個來測試一下 因為今天會在棚內 然後會有很強烈的燈光照射 所以可以測試就是說 在今天這種狀況下 有可能會脫妝出油 然後會出汗 因為那個燈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他能不能夠不補妝 一直撐到最後一刻 好 現在呢是 中午的十二點半了 我大概是早上十點半的時候上妝的 現在已經過兩個小時了 妝感還是非常的完美啦 因為畢竟我還沒有出門 然後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待會兒就要出門去吃飯 然後就去上班了 不 就去工作了 我會持續一直拍攝 這大概兩三個小時就會拍攝 狀況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我早上上妝的畫面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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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上好底妝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上底妝的速度還蠻快的吧 然後也不需要什麼技巧 因為它的延展性很好 很像慕斯一樣質感 所以就把它輕推開 它就可以延展很多 然後就是用輕拍 輕壓 輕推的方式 就把它 塗完整臉了 那大概一粒米的用量 就可以用半臉 那我覺得它整個的 服貼圖非常的棒 大家可以看到我鼻翼 鼻翼跟眼周 到現在都還沒有任何卡粉的狀態 還有這邊 遮瑕度呢 像我剛剛黑眼圈 就是上了一次而已嘛 我黑眼圈我覺得大概有遮七成油 OK 像痘疤的部分 也是差不多遮了七八成油 光澤度 大家可以看到 我覺得他們家的光澤度 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不是油光 也不是珠光亮光 你不會看到什麼任何的亮粉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 你的肌膚是油油的 不是 它就是一個反射的光澤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轉到哪 那個光澤就會跟到哪 就會在我很立體的地方 做一個反射 不是很立體 就是在臉比較立體的地方 像是鼻子 然後這種顴骨的地方做反射 那下面的話就比較還好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持久度 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重點了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看不見了 哈喽 我的工作結束囉 大家都走了 現在大概是快五點了 然後我剛錄就拍影片拍照片 我都沒有全程都沒有補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眼睛沒有咖粉 然後鼻子的部分也沒有脫妝 現在狀態還是蠻好的 所以我帶妝到現在已經七個小時了 目前狀態真的很好 而且還是很亮 就是一點暗沉都沒有 不像有些粉底到了下午會變暗 沒有 好 那我們待會持續觀察 我們剛剛吃完飯 然後現在要回家的途中 剛好這個地方光很亮 我想說在這裡拍一下 好 哈囉我又出現了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 已經十二點十九分了 所以我現在帶妝應該已經超過十三個小時了啦 十一十二 對已經快十四個小時了 給大家看我現在妝感 一樣是老話一句我沒有補妝 我只有補口紅而已 粉底是完全沒有補過的 那可以看到我的妝感 我覺得是比早上更自然耶 因為早上剛上上去 因為它是半霧面的 所以會有點粉粉的感覺 但是因為現在出油了 所以那個 它把所有的粉粉感 一定都帶走了 就是讓你的油跟你的底妝 已經完全是融合在一起 變得很像你自己的肌膚一樣 這個底妝又變得更貼更貼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底妝 很像 大家應該會覺得是很像我自己的皮膚對不對 可是沒有 我又上了一層底妝 很厲害的底妝 所以今天的底妝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耶 這個測驗 當然因為他們家敢叫我做這種測驗 我覺得應該也是 心臟是非常的大殼 因為他們對他們這一款產品 應該是非常有把握 所以才願意讓我做這種實驗 所以這個很成功喔 真的 大家看我 因為我覺得用影片拍真的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完全沒有就是完全沒有把修片 很漂亮耶 然後現在光澤就是 它原本的光澤 然後再加上我一點點出流的狀況 所以完全變成就是 就會覺得 你的皮膚好好喔 然後心裡就想說 因為我上了一個很厲害的底妝 不錯 我覺得如果這一款擦去海邊的話也OK 因為它妝很自然 然後再加上它有防水的效果 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悲劇發生的 OK 好啦我想大家看影片應該也很清楚 我不用再多說什麼 就是有多厲害的話 大家自己看影片吧 今天的實測大成功 好 那大家呢 其實可以到就是我影片下面有活動連結 去裡面可以留言 然後兌換免費的使用包 因為底妝其實真的一定要使用 你才知道你喜不喜歡那個妝感 或者是它到底適不適合你 那Juju Armani其實他們家很少有這種 試用包可以拿 所以趁現在如果你對這一瓶 真的非常非常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退換試用包 或者是當然你也可以去櫃上 直接請櫃姐就是幫你上妝 然後你就這樣子帶著妝一整天 去吃吃喝喝玩樂逛街 然後晚上回家 你就可以知道你整個底妝的狀態是如何了 那這一次的實測大成功 滴滴 很好用喔 掰